奥克兰市一座居家商业综合式仓库的二楼阁楼单位 星期五晚上挤满了一批前往出席异常音乐派对的人群 没想到活动进行期间发生火焕 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人群惊慌逃离现场保命 不过由于阁楼空间狭窄 导致其中九人来不及逃生 活活被烧成教师 当地民众得知火灾消息之后感到非常震惊 其中一人表示他的四名友人当时身困活害 至今无法联络上生死未卜 尽管搜救团队目前正在深入灾场展开搜救行动 但是由于建筑物开始崩塌摇摇欲坠 安全起见救援人员被迫暂时撤退 另外当局也透露 由于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加上数十名失踪者相信受困废墟中 因此不排除死亡人数会攀升到40人